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你应该要特别留意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应该是说 你不要去太穷乡僻壤的地方 因为他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如果说你去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你最好也是结伴而行 如果你今天是一整团人去 可能大家互相有照应也比较好 如果说你今天是单枪匹马 你又要去穷山恶水的地方 那你真的就是你要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要小心 还有就是说 尤其是说不要太好奇 看到地方好像很混乱 你不要去凑热闹 比如说往臭上就会出状况 那当然就出门前 你一定要做好功课 或者是你在挑选旅游区域的时候 最好是跟你的一些朋友 先问清楚 当地的朋友先问清楚 那我们比较安全一点 那林一元那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期待呢 说我们刚刚讲到 有对付这些恐怖组织 有司法护柱好像帮忙 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之下 那他能做什么 如果真的是辱人勒索 是要钱 我相信他不会去杀人子 因为他杀了人子 以后就没有第二次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原则上 应该是透过当地的华侨的组织 都因为我们全世界 可以看到 华侨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很大 如果说可以有一个中间人 传递一些某些讯息 他要的是钱 那合理的价位里面 是不是家属上 或是政府民间的部门来协助 我想应该还是安全的 是好的 人子如果没有 没有把它照顾好的话 要钱就不可能了 对 但是事情请教蔡老师 我们说今天 我们正好上个星期 我发生到现在 我们有一个断交外交问题 那现在看到 说旅游 也有这个不安全的状况 谈到台湾的外交 有时候大家想想 是有些些小心酸 但是这个 这是现实问题 还是说 这个都是突发状况的个案 大家也不用想太多 其实美国 德国 他的旅客在外面 被人家杀的也到处都是 对不对 当然 我们不能拿这个事情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人命关天 那除了这个事情 那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管道 来帮助我们自己的同胞 来研究他 这个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民众有一些情绪性的语言 我们也就 就容忍过去了 但是这个跟 我觉得弱国外交 我们提的是弱国无外交 其实没有外交做起事 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跟其他的警政单位 跟其他的一些 多加强合作 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我常常觉得 外交是一门专业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服务业 那时代不一样 我们也就算了 但是服务业 现在几乎变成旅行业了 这个就有一点点 但是外交修兵的一个后果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 有怕他们外观人没去做 这个我